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通都已经重新开始了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NBA 最近NBA是打得很火弱 当然当然 但是哪一对对哪一对我从来没有搞清楚 我只知道他们现在好像 篮网被淘汰了 蔡崇信的篮网被淘汰了 可惜啊 我是觉得现在已经准备要 东西区的总冠军赛了 好好好OK 反正anyway就是我每天就在看那个 就打来打去好OK 然后接着还有欧洲飞足球赛 欧洲飞足球赛也是 其实我再讲一次 我都是被迫的观众 都是因为我先生他太爱看了 这样子我就是表现出我要陪他看 那因为我在陪他看 那我其实 球赛的规则 我都懂 我就连美式足球的球赛规则 我都非常懂 但是呢我不爱看 所以呢我重点都不在看他们的那个技术 我都在看周边 我看说哇观众人数好多 因为大家就是解笔零次的 这样坐在那个地方 我就想说很羡慕 因为人好多 那在台湾现在疫情 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 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羡慕 第一个是我看观众 第二个我就看周边的广告 NBA的广告里头 其实已经开始出现很多的中文 那当然你就知道那是中国大陆的公司 在那边的广告 我会去分析那个广告的性质 如果说今天呢这个广告 他的这家公司 他是在美国发展 或者在欧洲发展 那我就觉得说 那这是其中一种 但绝大多数 我要讲绝大多数 我所看到的中文的这一些广告 我很明确的知道 这个公司 他主要的业务 其实是在中国大陆 而并不是在欧洲 也不是在美国 嗯 我想说 哦 当然这就意味着 大陆民众的这一个观众群 那个有多大 量有多大 当然 所以这一些公司 要跑到欧洲去下广告 要跑到美国去下广告 第二个是 从那个比例上来看 他很明显的欧洲杯是要比NBA来的多很多 所以欧洲显然足球在大陆的市场是更大的 嗯 嗯 因为大陆人人多了 他的商业市场又非常的蓬勃 嗯 那他在他在国际的这些呢 运动赛事的转播权当中来讲 已经变成是最重要的市场 呃 你刚讲NBA 比如NBA 在过去 呃 最最夸张的 比如之前出事情的火 火箭队 火箭队 连 除了过去有姚明之外 火火箭队的球衣是中文字啊 就是火箭 就是中文的火火箭 那个对对对老外来讲 我说那那两个什么字 我说我可能会猜出中文字 可是有中文看 就是火箭 好 那你同样的就是看 看之前呢 当林啊 林书豪 不管到勇士啊 到到哪里都一样 他们就问中文 他们都已经是 为了他知道主要在看的人士是谁 所以呢 火箭队中 对中国市场 每年火箭队球技结束之后 最重要的事情 都叫中国去巡回一下 去绕一下 因为那边球迷最多 那转播金呢 也最高 他是火箭呢 油亏转赢的金主 火箭本来是亏损的 但是呢 油亏转赢的 就是说呢 关键的就是中国大陆的市场 那这一次的欧竹赛 一方面是疫情爆发 因为去年没办法比 今年的恢复比赛 当然呢 足球是全世界的最最最普罗的运动 他的观看人口是最多的 而且呢 他其实商业市场是最成熟的 不过为什么会关注到广告 除了刚刚凤卿讲的就是说 因为中国大陆有很广大的足球市场 虽然中国大陆的球迷 大陆人呢 说中国人其实对自己的足球队是 恨铁不成钢 对对对对 就是就是 我知道他们内部讨论 然后骂起来的时候 那才真的是凶 我们这么爱足球 但是你们都踢的这么烂 对 让我们的情感没有地方放 好 那这个是呢 讲到足球呢 就恨得牙痒痒 但是这些的足球明明星 比如说比如像是西罗拉等等 他们在大陆呢 拥有非常广大的人气跟球迷 这不用讲 包括他的IG当中的粉丝 有一大部分都来自于中国 好但是这一次的欧竹赛 呃德国的媒媒体啊 德国商报他就注意到了 他就说 哦这个这个是一个危险游戏 他用危险游戏 他为什么用危险游戏 是法广还是 是法国广播公司呢 引用了德国商报的报导 因为德国德国商商报呢 去查了一下就是 哎 因为你要知道如果 如果没有足够的赞助商 他不踢球的 对 就是你一定要有足够的广告 因为这些球员都很贵啊 当然啊就是你要 因为 当然欧洲国家 每个人都很在乎足球 可是如果没有足够的赞助商 今年我也可以不踢啊 有疫情嘛 我干嘛呢 结果没想到赞助商的到位了 就他一看了 所以钱够多了 钱够钱够多了 那他们就发现了 就说这个十二大十二大金 金竹里面呢 十二大金竹里面三分之一 来自于中国 我我念一下 就说中国有有有哪些呢 你在场边会看到的广告 比如说支付宝啊 海信啊 海信对 Vivo Vivo 抖音 这些呢都投放了广告 他就哇 周围看 看起来呢 中国的广告这么多 那 你要知道 因为欧洲杯足球赛 他是有口号的 这是为什么 就德国 德国商报 看来会受不了的原因 就是你讲一套做一套 因为呢 欧洲的 欧洲的 欧洲的这个欧洲杯足球赛呢 他的他的他的广告呢 一直在强调呢 人权 那强强调呢 国际的和解 然后呢 再强调 呃 他的他的里面强调就人权 宽容 反种族主义 哇这个这个很很正当啊 对欧洲国家来讲 对啊对啊 可是你要知道他们是不停的在谴责中国跟俄罗斯啊 可是呢 那这一次呢 之之所以欧洲足球赛可以踢的成他告诉你就说 那些广告都是从你们在谴责的那个新疆有种族灭绝运动的那个中国来的跟香港 他们投了投了三分之一的广告进来 而且本来投了三分之一还不见得踢的成 还不够 关键的时刻有有一个国家进来俄罗斯来了 嗯 俄罗斯关键说俄罗斯的就是说呢 这个就是说国国家石油公司的广告也丢件丢件 丢件来说okbingo 好了那这个钱钱到齐就开始踢了 好那他会说那剩下的呢 剩剩下的更更让他们抬抬不起头来 剩下的呢欧洲的欧洲这么大 欧洲唯一的在只有一家站赞助商 Vox wagon 就是那个福斯 对就是德国会看的受不了就说啊我们的欧族赛 我们我们是我们是要强调国际理解宽容反种族主义和和和和解 这么高尚的理想跟目标就欧洲只有一家厂厂商 一家厂商的赞助呢达那达标就是Vox wagon 剩下的呢美美国有一点点另外还有沙烏地阿拉伯 ok 那当你当从欧洲的角度来讲德德国商败是说我们的我们这么重要的比赛 结果呢中国俄罗斯沙烏地阿拉伯是主要的赞助商 这跟我们标举的那些的原原则是背道而驰啊 这真是一个危险游戏啊周围的看板 陈凤金会看到在在跑的几乎都来自这些国家耶 他觉得这样子一个欧洲赛的商业机制会不会有问题 可是他就是现实像你这样讲的当然是德国媒体他们从从所谓的人权的角度然后出发去看待问题 我的角度是因为无论如何欧洲杯足球赛的球迷最多的还是在欧洲啊对不对 对就观看者最多的还是在欧洲因为你你是国家跟国家打吗这样所以踢嘛所以你这个你自己本国意大利上场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意大利的收视率会有多高这样 可是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结果欧洲自己的赞助商比例都那么低 嗯而美国美国其次喔美国低喔我都能接受因为他的他的他的足球的人口并不多 对他们打打美式足球他们喜欢打棒球但他们并不喜欢踢足球他们喜欢美式足球最重要的是美式足球所以这个欧洲杯的足球赛他们不喜欢我觉得这个OK 但是欧洲自己的赞助商这么少我觉得那是我觉得就代表经济实力的强弱我所以你知道每一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都有不同的观念我的角度就是这就是经济实力 对了就是经济实力了但是但是从从欧洲的这些媒体来讲他当然会有他酸葡萄的部分吗就刚讲因为这种大型的运动运动帅士杀象张的象征的欧洲的团结 他是有一个有一个精神目标在那里的要国际的国与国之间的理解要宽容反种族诉求和平这种很高的理想那大家一起来踢球那个OK 但是看到广告之后他在他就开始出现反反位就他的那种的酸酸葡萄金就是可是这些的主要的赞助商跟这个目标我们不是认为他们都不合格吗 可是你知道他最后统计了之后他他为什么会觉得非常的惊讶就是2021年今年虽然还是有疫情 可是今年赞助商的所赞助的总金额超过2016年OK 这个就让他们觉得受不了了因为有疫情理论上面来来讲 因为赞助商都会减少赞助商应该会会减少啊现场的观众也减少啊那应该应该金额勉强达标结果他超过2016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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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